哈囉大家好我是建森宇 新鮮新鮑魚 歡迎回來戰績人物談 瑪莉亞卡登招夫那衣服 作為一對年長的裝者 涉及了正式的黑歷史 成為一個弱小的強者呢 一起進入金融節目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還沒訂閱的觀眾朋友們 請拜託按下訂閱的鈕 並開啟小鈴鐺 以獲取最新影片通知 那B3小伙伴們則是可以關注加三點 支持一下不住 又為任何講錯會遺漏的地方 請各位大神在底下留言糾正一下 那3 2 1 開始 瑪莉亞 說這正常是在劇的第一話 這是我們先把時間點 拉到8年前 也就是瑪莉亞 14歲時 因為FLS啟動Netfilm失敗 而為了讓Netfilm 合作出實狀態 在瑪娜決定使用劇場 但時候 卻沒有人去救賽妹 研究人員 只是把三面擔任實驗的材料而已 除了納斯塔以下的教授 為了保護瑪莉亞 持續一隻眼睛和雙腿 而妹妹的死 一直到瑪莉亞 無法釋懷 那讓我們把時間點 拉到居士期 在居士期 在居士期 瑪莉亞的表現上是 烏克蘭籍的國際巨型 但實際上 她是恐怖組織 FINI的裝者 同時也是 新生FINI 可肉依鋼根利德的裝者 她在了瑪莉亞的表現上 戰地 也是幾乎跟一起的持平 但其實瑪莉亞 被納斯塔以下教授指出 她會占量 那以為納斯塔以下這個名字 實在太能念了 所以我們之後就是 同時漫無吧 好 我們繼續 她把雙手攔血 瑪莉亞 也是在迷惘 她居住期也只是聽從 漫無的指示 基本上知道 烏克蘭博士的舉動 違背了人道 還是無法鼓起勇氣 阻止烏克蘭博士 到了終期 正當瑪莉亞的決定 要做出覺悟時 瑪莉亞告訴瑪莉亞一個事實 瑪莉亞根本就不是新生妃妮 被告訴瑪莉亞已經不要再扮演新生妃妮了 而漫無的用意 其實是為了不讓這群孩子們 做出跟恐怖分子一樣的事 於是 但是瑪莉亞 她聽到她頂樓 用一段技術 根本有政府教授 但政府特工一達到資料 就直接反點不認人了 在一旁見識的威爾博士 也放出Noise 聽起不差別攻擊 而瑪莉亞覺得 這一切 到時候因為自己沒有背負新生妃妮這個身份 之後就選擇用威爾博士的做法 但是並不是瑪莉亞自己內心所講的 而自己拯救世界為前提 會追出未來 只是因為看到未來 讓瑪莉亞影響到是曖昧 但是瑪莉亞也是在懷疑 自己的決定 在風能帝亞啟動後 威爾博士的計劃 也終於浮出水面 遇到這一切 就是為了滿足威爾博士 自己成為英雄的夢想 之後瑪莉亞也根據麻木的指示 用歌聲 嘗試阻止 月球墜落 但卻沒有成功 而瑪莉亞 就只做了第一張哭泣 這時 威爾博士回到主控室 把瑪莫姆發射到玉球上 機器包含的瑪莉亞決定 要殺掉威爾博士 但卻想也阻止 剛剛跟瑪莉亞也不湧暢 轉移到向身上 那隨後 瑪莉亞看到三妹的懷疑影 在這時才開始 殖滅自己內心 做出真正 處於自己的決定 一望普魯點接機器手上所有人 重新啟動了 玉球的軌道 瑪莉亞在之後 穿上賽妹的 阿蓋托拉姆 最好六位狀者 因為大零的Frontier Game 開啟了X-Drive 把Netfilm 踏進巴菲尼亞的保護中 並且裡面還用核體劑 Vitalization 把Netfilm打爆 之前結束後 瑪莉亞 也把槓跟尼瑞 終於想 到了起X的魔法鎖魚事件中 會保護吊槍切割 成為Frontier世界人的危點英雄 並收到政府監管 跟一姐的歐洲巡演結束後 遭到法拉襲擊 但因為當時沒有Gear 所以不能戰鬥 最後一姐 前列救場 在正式擊退法拉後 再次一姐失奔 再次一姐 撤退 不過很快的 因為法拉追上 然後瑪莉亞的歐派差點被消掉 回到日本後 在紅髮的幫助下 被調到Sung 最後在想 因為害怕衝駐生時 瑪莉亞指出 想沒有正式槓跟尼瑞 這樣逃避 但是其實也在說瑪莉亞自己的軟弱 並在擊敗瑪姆時 做出 想要變強 在第一次打敗卡羅後 阿葛托蘭姆 被瑪莉修復 並安裝了一個Night Model 他在海灘訓練時 遭到了Garly的襲擊 就是瑪莉亞組裝應戰 但因為時機的差距 直接被打敗 在開啟一個Night Model時 想著 要變強 要抹殺入球的自己 而無法 突破心理傷害 時空暴走 但是暴走的瑪莉亞 還是被Garly打到幾初變身 在第二次跟Garly交双時 被RF9鼓勵 知道了 真正強大的意義 就算無法變強 還是要保持自我 但是分感情 成功集中了一個Night Model 並打敗Garly 到最後 Odoxcora的任務都完成 卡羅正式啟動 吉佛之小偷 本身Mexilk計劃 也到達了衛生石 瑪莉亞 調換切割 決定進入 吉佛之小偷內部 將其破壞 請問這要進去支持了一條 活著出來幾率可能是0 為了阻止卡羅分解世界 還是決定要進去 在吉佛之小偷內部 瑪莉亞 被吉佛之小偷中的幻象指出 將整個世界 其實是為了讓自己獲得救贖 而這幻象應該算是瑪莉亞自己 不願面對著過去 最後 三人合力 突破壞歷史 變成為了博士的幫助下 成功翻轉了吉佛之小偷的疾難 為了博士 在死前 把製作令卡的配方 交給瑪莉亞 這季最後 這項野 打出Grace Blake 打敗卡羅 到了3年5季 瑪莉亞 則是跟一姐一起 到英國 要找巴巴莉亞光移的社 在Xiv初期的巴爾維德任務中 在友禮和彈搖 被三根部放出的 United Pastoria襲擊時 用了最後的另卡 面對可以逆轉殘骸的 United Pastoria 雖然瑪莉亞是出去下風 但還是成功救贖了 友禮和彈搖 那團子主 在跟佩莉拉提 和凱莉亞斯托勒 教授室 被打到一半 掉完切割 去接觸飛機起飛 於是就換成瑪莉亞一條二 忽然 瑪莉亞的身上 發出彈色光芒 最後 在瑪莉亞時出 Rulaisan的Canon 給予兩人全力一擊 但不料 卻沒有給對手 造成半點傷害 之後因為令卡的戰士勇完了 所以團子主 就暫時無法在前線戰鬥 也在中人 她封面機關 解清文件時 幫了蘇珊人群 在這時 遇到一個中蕃茄老婆婆 而那個老婆婆 教瑪莉亞如何中蕃茄 和一些人生道理 在亞當 就往經驗制 插掉方名機關時 團子主 將近使用Gear 不想 遺解和克里斯揪走 就在這時 瑪莉亞身上 再次發出彈色光芒 而這件事的奇蹟 讓Elef Knight 想到 製作令卡的關鍵 後續 掉到瑪莉亞身上 但之後瑪莉亞跟Elef Knight 進到瑪莉亞的意思中 尋找 製作令卡的關鍵 而這段 也讓我們 看到瑪莉亞的二十五回憶 在回憶中 可以看到瑪莉亞 對媽媽的恐懼 之後 也在生成儀式中 遇到威爾博士 遇到威爾博士的領導下 揭開了封存的回憶 至極上 曼姆 在沈門別之後 總是有點傷心 即便讓這群孩子們 接受許多嚴格的訓練和測試 曼姆 都沒有放棄任何一人 Bestabed the children 在後來 也都沒有保護起來 全都是為了讓這群孩子們 可以活下去 最後 從這邊 走到那關鍵的部分 那就是 I DESIO 電靠完成後 團隊主 也就回到前線 最後給亚安裝了餘子之石 比拉卡拉斯多羅 其極大使館 由狀者到現場 和瑪莉亞和克里斯以外的狀者 轉動到了雅虹劍 而且應該找爸爸的原理總 有高輸出 所以特地把電話切割 轉到不同的地點 最後 瑪莉亞和克里斯 用原理總 打敗卡拉斯多羅 最後也到了自己競架 吊賊雷來 在普勒拉提被打敗後 也從普勒拉提要去的方向 察覺到 背後似乎有更大的陰謀 那到了響爺 變成破壞神奇比奇時 阿克托拉姆就是用來 困住搶爺行動的 這種巨戰 六人 面對亞當的猛攻 一度 是落入假封 但使用S2CA X Conversion後 也破壞一代頭為代價 上面其中的能量 像基亞重組 進化為 拉斯多伊剛力雄 中人的力量 或是大幅提升 把亞當 打來幾階拜腿 而這次也是降神 接受同伴力量 打贏BOSS Derek Chiff 則是繼續調查 光明結束成黨 變成極竭人物結束後 變成世界 又陷入危機 而無法尊重在舞台上的異界 瑪莉亞則是對他的說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尊重在能做的時尚 變成異界的要休息 當然隱藏會特別嘉賓 然後隱藏會就被 美娜樂克爾襲擊 瑪莉亞也目睹整個屠殺工程 這次的狀者 因爲阿姆勒幹部 被政府作詐後 跟群士郎和徐團 去申請中指令 在監控畫面中 有看到異界 在戰鬥時 的一場表現 他未來和Ele of Nine 被都被對的斗抓走 面對焦慮不安的異界 也不知道該如何幫助他 並想起跟莎莉娜 總是用隔針就可以和好 此時 瑪莉亞忽然想起 最近好像在某處 有聽過類似旋律 和信號互換了啟動影 就是他普通有的變調 之後再打完初始形態星哈 後來不再附陣 異界叛變後 不過黑手多麼也 咳咳 不會是錯棚了 不過黑手蜂蜜蜂蜂蜂蜂 也終於浮出水面 就說瑪莉亞 被指派成人物 搜尋蜂蜂蜂蜂蜂 嚴重一點 甚至可以當初把犯人擊斃 但是瑪莉亞進去把異界打回來 最後在跟異界的教授中 用嘴砲 看到無敵的一巴掌 打破異界身上的刻印 在信號 脫離控制 開啟世界樹計畫時 瑪莉亞上前迎戰 但信號看到瑪莉亞的 說瑪莉亞是MG的後代 不過瑪莉亞此時還不知道MG是誰 忽然一擊飛踢 一個飛拳和一個爪 同時攻向瑪莉亞 搶化過後的 諾布列島正式登場 在巡視上等人撤退後 瑪莉亞也跟著撤離現場 在一劫歸隊後 撞車門 被派出中指導 保護火箭 這就是諾布列島來襲 最後所有人 被傳送到 尾球遺跡上 在昏迷期間 瑪莉亞 忘記了MG 看星卡的巨戰 醒來之後 便都不知道該怎麼辦的一劫 瑪莉亞給出回應 她立花翔 伸出手 卻沒有獲得回應時 想必一定很失落 她立花翔還是鼓起勇氣 牽起鋒名移的手 而這次就換鋒名移 導火因立花翔的勇氣了 她這件事就先放一遍 現在最重要的是 這件其他人的回合 後來 阿克特蘭姆 華碩光芒 並生兩人 到觀察室 在那裡 兩人與 以恩基德意識為兩本 做出的系統後面 從系統裡面得知 會與他做出的真相 和信號的來勢 之後瑪莉亞用日秋遺跡 點擊送給者總部通訊 便讓上述教習 轉告給 軍匠司令 后来米拉勒库对两人发动攻击 两人主张迎战 在伊杰和玛丽亚的合作下 米拉勒库被打得急急败退 后来米拉勒库使出Open Battle 战局从原本的2v1变成2v2 变得有极高默契的主体和分身 两人一开始被打得很惨 但玛丽亚让伊杰回想起 两人手持和尚的感觉 两人开始决定大反攻 奖起了伏西充的弗莱安门 这使出最高穷为X字 但米拉勒库到了蝙蝠形态 在星哈注尽预求一集的系统后 玛丽亚也了解了 在一年前 街头上所有人被阿普的连结 就是那天星哈甦醒 它配有其事就是 转换形式的统一语言 最后在Noblade都有的帮助下 装者们 回到地球 变开起Bernie X-Drive 跟卡罗一起对付星哈 但Boss还是有响业的耍爪啦 最后 气味的装者 一会儿唱 突破的世界术 玛丽亚 从一开始 只会在那边 Morita yomamu 的那个美容女人 到最后 已经称赛为 即便很弱小 但是还是会保持自我 已经是很称职的领队了 不再会依靠萨莲娜 同时 玛丽亚也是 唱是团子组中 说到最多的角色 而在经历起Boss校图那一段 团子组唱的 遗言曲 ありがとう 舞台中 歌词中有唱出善人对象 克里山以杰的感谢 有歌词中有一句 次期の世界で出会ったら 一緒に また声探かそ 这就应该是对于玛丽亚对异解说 希望来世 还可以一起唱歌 那至于这一题的词最后 幻影变成莎莲娜的样子 但是玛丽亚却没一次停手 这应该是玛丽亚 已经不再依靠塞美了 不过美空那个属性还是在啦 那再来讲一下 阿克托拉姆 跟异技的关系吧 阿克托拉姆 一开始是美军 在伊利亚克战争时期 找到了山以乌 他的转转 到了FIS手中 被起源情不明 被取了阿克托拉姆这个名字 后来我们的Axiv 终于这条都还起源了 在印记VS星哈那一段 星哈反击 从手部开始变成印 余生机为了保命 自断手臂 反正是被切下的手臂 就是之后的影子手臂 阿克托拉姆 而这生遗物 其实是取之于开了特殊画中的 战神罗亚达的英手臂 那至于玛丽亚到底是不是NG的后代 虽然动画中有各种暗示 玛丽亚可能是 阿优拉姆的后代 但是我在官网上却没有看到 阿克托拉姆需要是NG的后代 才能使用 关于这一点有制造的求伙伴们 请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一下喔 那这次再来讲几个玛丽亚的梗吧 大家的妈妈玛丽亚 因为玛丽亚的形象 一直都是神兽大集结 一直在FS中 两小时 一直都受到玛丽亚的照顾 而在战绩不举怅 玛丽亚这是有自我调侃 这一句原本是威尔博士 就玛丽亚解释 未来可以使用千秋菌的原因 是因为 爱 ですよ 就是玛丽亚则是回答 なぜそこであい 最后这一句 这位声放送以及各种观众送品中不断出现 つくつくにやくやくにやわないな マリアは 以及 このつりき かわいくない 这两句其实可以合起来讲 前面这一句是因为玛丽亚在洗白之后 就更能展现出可爱的一面 已经没有之前反派的逼格了 然后最后被逸解 让这一句也超好看 那后面那一句 原本是玛丽亚在跟逸解对战时 这一句也很难缠 就说了一句 后来这次也变成 两人互相调侃说的 玛丽亚 真是在放局上耶 这其实数字于 アニサンプラミアム フェイスティベアル イセンジュキュウ 是要水素耐耐爆料 玛丽亚的声優 瑞丽亚之太太 再动音试 总共用坏了三台耳机 而且耳机是从 这样子 变成 这样子 真不愧是搞笑的宜人 OK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请帮我按个赞 并把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是杰森鱼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